身心进化 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毕业时 我就遇上了全市第一届学校艺术节 我指导并跳主角的舞蹈得了一等奖 为真教委赢得了荣誉 作为音乐教师 演出任务 登台的机会很多 舞蹈 唱歌 弹琵琶 我运用所学的专业在舞台上大展身手 创造和展现着美 然而 在生活中我却和所有人一样 争逐名利 斤斤计较 看重自己 不惜伤害别人 例如 一次考勤签名时 副校长冤枉了我 对我态度很不友好 我便与他争得面红耳赤 最后被同事拉走才算完 有一次 我们代表镇机关去市里演出 排练了两个节目 最后被拿掉一个 上集说是因为资金不足 我们想到排练时的付出 没有机会得到展示 心里很不平衡 就编了个理由 另一个节目也不去演出了 让正工作人员很难堪 1998年的春天 我的人生有了转机 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了 我知道了要按照真 善 忍的标准 做个好人 做个修炼的人 有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和标准 自己不正的一切都在渐渐地归正着 1999年7月 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因为不放弃修炼 我被贬到离家较远的农村小学任教 修炼法轮大法后 我的工作表现得到校方 老师 学生及家长的认可 当时我就知道 没有理由让我到小学去 但那时不懂得反迫害 觉得修炼人不能为难领导 应该不怕吃苦 就坦然地接受了这种不合理的安排 因为当地小学教师编职不足 我就不能只教我的专业课了 根据学校的要求和需要 我教的科目总是变来变去 二十年来 小学的科目我全都教过 我们这儿以学生成绩 作为对教师的考核 并以此来评优秀 以此来晋升职称 这样学生们就成了老师 追名逐利的工具 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 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 老师想尽各种办法 甚至不择手段地 让学生考试作弊 或收卷后到保密时 改动学生的试卷 或月卷时 委托同事改学生分数 甚至向领导行贿改名次 还有从教育局提前弄来试卷的 种种败向不移而足 在这种环境中 怎么办呢 我不但不能被污染 还要尽力去洗涤被污染的学生 面对我的学生 我想我要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 教他们 首先是教育品行 其次才是教授知识 我引导他们做人要真诚 善良 宽容 忍让 在他们幼小的心田 拨下善良美好的种子 领导同事来听我的课 都觉得我有亲和力 有个校长评价说 如木春风 大家都夸我课讲得好 普通话说得好 字写得好 能歌上舞 能写绘画 有位女副校长说 我才是才女一枚 这位女校长还说 家长说 学校有个最有气质的女老师 我一听肯定是指的你 大家对我很认可 虽然我没有什么头衔 没有各种荣誉称号 但我不求名利 只管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 言谈举止 优雅大方 心里坦然 轻松 这一切大家都看在眼里 有个学生的家长告诉我 我儿子回家说你像妈妈 我笑了 难怪有的学生问我问题时 韩老师喊成了妈妈 试想一个天天打骂学生的老师 学生能把他错喊成妈妈吗 我不接受家长送礼 实在推不掉的 我就换成价值相当的礼物回赠 在我们镇里 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 在另一个学校工作 他也是这样 我有一次去市里 帮他捎回来三份文具 他说是要回送给两个男生 和一个女生 家长们知道我们不贪图名利 都很感动 学生们毕业后 见到我们仍然很敬重 随着修炼的不断升华 我的心胸豁达了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 我不再计较了 一次 在全阵教师乒乓球比赛中 我获得了女子冠军 而去市里参加比赛的 却是获得亚军的 那个女领导 我也没当回事 另一次是全阵教师 师德演讲比赛中 我脱稿演讲 姚居第一 阵教委安排我参加市里比赛 校长也专门找人帮忙写了稿子 最后我没去城 让一个在我名次之下的老师 去参赛了 我也没去计较 还有一次是优秀教师的称号 和我擦肩而过 那一年我教一年级数学 成绩很好 二十多个平行班中 全年四次考试 全在前三名 一般人的好成绩 是老师教出来的 逼出来的 而我们班的成绩是天赐的 学生智力都很好 人数又少 成绩好就成了必然 这样的班 我只碰到过一次 可是只教了一年 就被别的老师看重 暑假后调整给其他老师了 同年我得了教学质量一等奖 按说这么好的成绩 在我们学校折合成教师考评分 应该排在前列 但我却被排到了第八名 学校七个优秀教师的名额 恰好没有我 在镇教师节大会发文奖后 偶尔听有人说 教师考评分经常被算错 我想我的是否算错了 就问校长 校长也觉得奇怪 说咱们再算算 一算 果然少给我加分了 我本是在七名之内的 那个领了奖的第七名 本应在第八名 我和气地问校长怎么办呀 校长也很和气地说 你看你不早说 奖已经发出去了 当时我不想为难校长 就一笑了之 没再说啥 要是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 我非得让校长到镇里 改写回来不可 最起码也要让他承诺 再来了荣誉 得留一个给我补上 那个网得了优秀的老师 她丈夫正好是帮学校 算考评分的几个数学老师之一 这么简单的百分比 折合再加起来 怎么能算错呢 后来听人说 校长到那位网得了优秀奖的 你老师办公室说 你那个优秀教师应该是某某的 说的是我 他一听就生气了 当别人提到奖品床单时 他咬牙切齿地说 就是撕成碎条我也不拿回来 我庆幸自己得了法轮大法 不然的话我可能去讨还 可能和他结怨 也可能和校长争吵 或许还会闹到镇里 可我没有这样做 心里很平静 第二年 恰好这个女教师歇产假 我接了这个女教师的班级 只交了两三个月 我就得到一个教学质量奖 还发给了我一床下凉背 后来到我晋升职称时 仅凭两张教学质量奖 和以前演出时的几张获奖证书 就跟那些手里一大落荣誉的老师 一样顺利晋升了 我体会到了 你该有的就有 是你的东西不丢的法力 一天下午放学时 有人报告说 一个罪汉拿着砖头来闹事了 我和校长在办公楼二楼同时听到 就一块往楼梯处跑 我急急忙忙下了楼 直奔西边的教学楼 我觉得我是法轮功学员 面对将要伤及别人的生命 这件事我义不容辞得管 跑着跑着 就看见一个二三十岁 一米七几的个头 并不很魁梧的人 手里拿着半块砖头 站在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 偏南一点的地方 她的北边一两米内 是两个刚下课的女教师 一个四十多岁 一个二十来岁 两人既不敢跑掉 也不敢说话 彼此正在 你想往我身后躲 我想往你身后藏 在原地挪动 表情很恐惧的样子 他俩的北边是操场 看来教导主任与罪恨未交涉成 为避免被砖头砸到 他跑到操场远处去了 教导副主任则站在 东边的花池边喊话 我看你敢打 在这人的西边仅三四米处 是一排排站好队的小学生 人又密集 在积虑的约束下 孩子们也不可能及时散去 如果他冲向学生队伍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危险或许眨眼就变成惨痛的现实 看到这情景 我由跑便走 静止走到那个人跟前 对他说 把砖给我 他凶恶地瞪了我一眼 我没有害怕 平静而善意地盯着他的眼睛 又亲切地说道 把砖给我 我看到他眼睛里的胸光 一下不见了 他顺从地把砖头递给了我 我顺手把他扔到旁边花池的草丛中 我体会到 修炼人只有按照真 善 忍的标准 去做人做事 处处为他人着想 才是最正 最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小韩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